大家好,这里是小倩讲故事,喜欢小倩故事的朋友就点个订阅吧。 话说在清朝时期,延安有个姓刘的老汉,他年轻时得过一场添花,家人耗费完所有钱,借来几十两银子,才治好他的病,他脸上却留下了丑陋的疤痕,年过五十仍然没有娶到妻子,独自靠着村西的两亩玉米地维持营盛。 到了丰收的季节,刘老汉担心玉米被偷,特意挖了个窑洞,日夜守在玉米地,这日他刚吃完饭,躺在床上休息,听到地里传来一阵嘻嘻嘻嘻声,料到有人偷玉米,遂操起一根木棍,朝着地里的黑影走去。 昏暗的月光下,刘老汉隐约能看到此人的身形轮廓,发现她是个身材玲珑有致的女人,洁白的月光打在脸上,更显得她立志脱俗,美不胜收。 眼前的女子,引起了刘老汉强烈的欲望,她把木棍扔到一旁,拦腰抱住女子,将她带到窑洞店屋,事后塞给女子几个玉米棒子,让她赶紧离开。 女子名叫李新瑶,是个寡妇,丈夫头妻还没过,她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丑事,一时间难以忍受,要给刘老汉一个教训。 李新瑶自幼家境贫寒,父母都是农夫,家住在邻村,半丧已经耗完所有钱财,她饿得头晕眼花,两天没吃过饭,才把主意打到刘老汉的玉米地,偷了一个玉米,这件事不翼而非。 村民们并不指责刘老汉的过错,反而指责李新瑶是个狐狸精,成天就会引诱男人,弄得李新瑶面红耳赤,当晚就承受不住打击,自裁。 当然,李新瑶的自裁是有目的的自裁,她用自身的亡魂,召唤来一只厉鬼,附身到她身上,若厉鬼能帮她达到目的,她就会魂飞魄散,永世不得超生。 若厉鬼不能达到,她还会再回来。厉鬼以李新瑶的名义生存,她处理好王夫的丧事,专门找到刘老汉,准备对她施加报复。 对于刘老汉而言,她没有一个亲人,也没有多少钱财,压根就不担心有重要的东西会失去。 厉鬼觉着,或许对刘老汉有些用处的,能供她吃上饭的,就是一块玉米地,厉鬼就趁着刘老汉不在玉米地时,将所有玉米摘完,又放了把火,将玉米地里的东西烧成灰。 这件事给刘老汉造成了严厉的打击,使她从此一蹶不振,过上了鸡一顿饱一顿的日子,时不时要沿街乞讨,才不至于被饿死。 日子过得非常凄苦,这仅是厉鬼要报复她的开始。 这日刘老汉饿了四日,掩掩一息时,面前出现了厉鬼的身影,她从兜里掏出一枚金元宝,放在刘老汉跟前,让刘老汉拿去用,还跟刘老汉回到家,言谈举止都非常亲密,让街坊四邻都误会成厉鬼是刘老汉的妻子,这也正是厉鬼想要的。 刘老汉一辈子没妻子,厉鬼是个绝世的大美女,给她送上门来,她求之不得,村民这样说, 她也就把厉鬼当作妻子看待,想占厉鬼的便宜。 且说这日傍晚,刘老汉高兴地喝了点酒,没控制自身,朝着厉鬼扑上来,把厉鬼给推到床上。 厉鬼称笑道,正合我意。 而后,厉鬼一脚将刘老汉踹飞,刘老汉整个摔在地上起不来。 朦胧中,刘老汉只看到眼前的李新瑶,逐渐变得面目全非,两眼上翻,脸皮腐烂,脖子发出咔咔的响声,整个身体非常僵硬,她慢慢朝着刘老汉走来。 刘老汉被吓得酒醒了过来,发出一声惊天地,气鬼神的凄厉惨叫,两腿抖如筛糠,一屁股坐在地上,反应过来后,跪在地上给厉鬼磕头,球放过。 厉鬼仰天大笑时,外面的天空应景地劈下一道惊雷,下起了倾盆大雨。 刘老汉只感觉到她的脑袋一下下磕在地板上,蹭破了层皮,紧接着疼痛赶自额头蔓延至全身,她支撑不住要昏倒,却被一碰冷水侥幸,就这样反复过去几个时辰,她终于一命呜呼。 一日清晨,邻居来刘老汉家串门,发现了她的尸身,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肤,到处都是伤口,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,嘴巴张开,一副惊恐的模样。 厉鬼昨晚就获得了报酬,李新瑶的肉身成了她的,她能够继续生活在阳间,去找她的家人团聚,出发的路上却遇到一名道士,道士一眼就被认出她是夺赦,立刻将厉鬼缉拿, 投进炼丹炉,炼化成一枚金丹,送到一处医馆,后来有个身患重病的男子,将金丹吞下,身体恢复如初,厉鬼与李新瑶却都不复存在了。 本期故事结束了,喜欢小倩的故事就点个订阅吧,我们下期再见。